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汪哥 你过年看电影了吗 今年的春节档可谓是量多至高 要说最大的赢家 非科幻作家刘慈欣莫属 今年春节档两部大热的电影 均是改自刘慈欣的作品 《流浪地球》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 《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他的乡村教师 其中科幻喜剧疯狂的外星人 曾一度领跑春节档 四天突破十亿大关 六天突破十四亿票房 创下了宁浩导演的个人票房最高纪录 要说这部电影还是有很大的亮点的 光是黄渤和沈腾的两大主演 就满足了观众对电影的光看欲望 宁浩 黄渤加徐征的铁三角阵容 曾创作了《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两部佳作 也让宁浩赢得了新生代的鬼才导演称号 这让人对《疯狂》系列的第三部不免多了些期待 看完这部电影的人也可以知道 这部电影致敬了很多经典电影 例如《无精主演的战狼2》 《喜剧之王》和《外星人一剔》等等 连外星人的造型和设定都致敬了经典科幻喜趣 《外星人玩钻地球》 可谓是诚意满满 更重要的是电影融入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日常的喜好 例如拍拍制品等等 这让电影更具代入感 要说这么豪华的阵容和有趣的设定 理应可以夺下2019年春节党第一的宝座台队 但后期却被同样改变自刘慈欣作品的《流浪地球反超》了 电影口碑也曾一度下滑至6.4 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这部电影的设定 本篇说的是一群外国人想和一个高等外星生物建交 但是由于失误导致飞船坠落 黄伯和沈腾在片中是一对好兄弟 他们无意中救起了那个坠落的外星生物 还把人家当猴子处置 然后就经历了一些啼笑劫飞的故事 延续了宁浩一贯的黑色幽默风格 电影用力的制造了不少笑料 有的观众可能get不到 但人的笑点有高有低 还是可以理解的 疯狂外星人虽然号称改编字相通教师 但那里还是一部典型的宁浩式电影 和原著内容的相关性并不大 电影的逻辑和节奏也稍显混乱和拖沓 当然这是大多数国产电影的通病 而且结局并不出乎意料 并且没有给人反转和惊艳的亮点 只能算得上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喜剧片 作为贺岁党应该是足够的了 但为什么败给了流畅地球呢 首先流畅地球很好地还原了援助 带着地球跑路这一亮点 比疯狂外星人更吸引人 国内严肃科幻题材的电影缺失 加上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也让观众更愿意走进电影院 如果说疯狂的外星人是饭后甜点的话 那么流浪地球就是正餐了 好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